欢迎回到我们的美洲360 我们来看一下上两个星期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一则新闻 Proton 全新的七人座 SUV 即将发布 现在已经从生产线上面下线 在不久前呢 Proton 就去邀请我们到了他 Dungeon Money 的工厂 去参观这个全新的这个零件生产机器 也就是冲压机器 原厂表示呢 这个冲压机器 在一年内可以让原厂减少超过10万件进口的零件 大大提升了这个车辆的本土化程度 除此之外他也像我们展示了全新的Proton 骑人座 SUV 这个也是传说中的S90啦 不过根据官方的说法 这辆车不会叫做S90 它的原型车来自这个吉利的星豪月 所以它会是辆5加2的车款 而且它后座的空间表现非常的充裕 甚至可以放一张底纜进去 因为呢这款车主打的就是户外的越野活动 甚至可以让你进行一些car camping的活动 所以这辆车的空间表现是不需要担心的 除此之外根据官方表示呢 这个全新的骑人座 SUV 也是原厂第一款混合动力车型 它搭载的是48V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匹配1.5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综合最大马力达到了190HP 风车流力300Nm 匹配7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预计这辆车会在下个月或者是5月正式发布 大家有没有兴趣呢 有兴趣的话那么就要留守我们的频道哦 第二则新闻 官方暗示呢全新一代的HONDA HR-V 即将在今年登场 预计售价从16万令吉起跳 其实在不久前呢 泰国市场刚刚发布了 全新一代的HONDA CR-V 这次的HONDA CR-V有着非常大的改变 首先就是外观变得更为方正 第二点就是它的车身尺码变得更大 其中轴距的部分从目前的2660mm 变大到了2700mm 以HONDA一直以来擅长的空间魔法呢 新一代CR-V的空间表现应该会更为出色 除此之外呢在国外版本CR-V也维持了5加2的设置 所以它有7人座 那么马来西亚有没有呢 这个暂时还不知道 不过根据泰国的这个配备呢 我们可以推测到马来西亚版本应该也会有两种引擎选项 分别是这个1.5公升的VTEC Turbo引擎 还有2.0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其中混合动力引擎的版本呢 最大马力突破了200hp 峰值能力表现330Nm 这样的引擎动力对于CR-V来讲非常足够 而且重点是它会有更好的油耗 而在之前呢官方表示呢 在今年呢他们会有三款全新车款引进本地市场 预计其中一款就是CR-V 剩下的两款会是什么车型呢 之后我们会为大家送来这个影片呢 第三真心坑就是全新一代的Toyota Vios 正式在马来西亚发布 它的订单数已经超过5000两了 相信大家对这款车已经期待很久了 所以这款车最近刚刚在马来西亚发布 目前呢只有两个版本可以选择 没有了以前的J 目前只有E跟G 售价方面起了不少啦 但是它的配备还是很丰富的 全车系标配Toyota Safety Sense 而且顶级的G版本呢 还有完整的Toyota Safety Sense 包括了SCC 包括了HV等等等等 你都可以在这个上面看到 另外呢它还有这个64色的氛围灯 只是这个氛围灯的设计有一点点可爱啦 除此之外呢 它还搭载了全新的变速箱 也就是全新的七速变速箱 引擎方面还是1.5公升的 DUO VETI 自然兴器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106HP 峰值66% 138Nm 你不要看这个引擎动力 比起上一代降低的一点点 实际上它的加速表现是比旧款的快的 而目前呢 这款车已经在各大的展示厅可以看着呢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啦 另外呢我们之前也做了这款车的 大改款的消息 之前有消息指出 Protudo VETI 大改款会 re-batch Fios 但是呢 这个并不会发生 因为根据目前已经知道的消息 全新一代的 VETI 仍然会基于 AZIA 打造 所以它还是一款 A-Segment 的小车 另外呢 这款车还会维持了现在很多 AZIA 的配置 也就是说采用DNGA 平台打造 然后更换全新的 DCBT 变速箱 不过呢 目前关于这台车的消息并没有太多 因为官方还没有公布 因为在明年跟后年呢 原厂有别的新车计划 所以这款车可能会压好一些些 另外根据一些消息指出呢 现在Protudo在逐步的淘汰 这个1.3L 的自然性行情 未来会以这个1.0L 的涡轮增辆引擎取代 所以在全新一代的Vacer上面呢 很有可能可以看到1.0L 自然性行事 还有1.0L 温轮增加引擎的选项 所以呢 这款车应该会相当值得期待 不过根据AZIA 的定价呢 全新一代的Vacer 可能也会起价 但是一切都都要等待新车公布 具体目前的新车还在初步的计划阶段 所以要看到这款车 应该要多一两年的时间 最后一车新闻就是 BMW M340i 正式登陆我国 售价不到維 spices 说实话这个 M340i 的售价是让我有点惊讶的 因为之前的三级列价格都上涨不少 而这一次这个 M340i 价格竟然没有什么上涨 而且它还是采用了 3.0 公升的直列六缸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 387 HP 峰值流量表现了 500 Nm 而且它还有 All Wheel Drive 系统 0-100 加速只需要 4.4 秒 非常的惊人 除此之外原厂除了普通的 M340i 版本 还推出了一个 M340i Pro 这个版本在悬吊跟外观的设计上面会更为运动 更为有杀气 同样的售价也是稍微贵了一个 6,000 左右 所以让消费者多一个选择 如果讲你今天是想找一辆比较有运动感受的四门轿车的话 那个 M340i 就非常的适合你了 而且现在原厂还提供这个 5 年 Free Service 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BMW 的展示厅看看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每周 360 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下 我们下次节目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订阳别别忘了 What事 i do 字幕 李宗盛